喂 你好 你好 我是看见你发的那个广告 就是重金求子那个是吧 是呀 怎么求啊 我想试试一下 实际上就是我老公有一点问题 所以需要借助一下外力 但是我又不想随随便便接受一些 没有见过的陌生人的 你懂的心里没点 明白明白 你这么做呼伦北尔愿意吗 就是你这么做你老公愿意吗 他一个入赘的 是我的喝我的每天花天酒地的 他有什么范围权啊 那我怎么 我去哪找你啊 这样 我们先见一个面 然后如果我满意的话 我先说你十万块钱的订金 试试之后我再给你五十万 但是有一点啊 你要永远的从我的生活每期中消失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毕竟是有职业道德的 你别说从你生活伪计消失 就是试试之后 你有什么顾虑的话 我可以立马去试 你看看我该怎么做 你就看看我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你就听 不不不这个我反对啊 毕竟我们作为人 你得遵循自然规律是吧 首先这种事我感觉 得尊重人的本能 你明白我什么意思是吧 嗯那行吧 你看要不然你先给我发一张照片 我看一下呀 嗯行行我马上给你发 嗯 你这你长得虽然不帅 但是很有内涵啊 应该是个暖男吧 暖 三十六度发 不敢再暖了 再暖再拉出去做核酸了 你真幽默呀 那你在哪呢 我在维海 那行吧 那你把你的地址发给我 我订机票过去找你 嗯行 那个什么 你把身份证发给我 我给你订 哎呀不用不用啊 我自己订就行了 只要你不是耍我就行 怎么可能你想多了 嗯 要不然这样吧 为了证明你不是耍我 证明你的诚意 你先给我充200块钱花费行吗 嗯行没问题 20分钟之后 喂 喂 喂 嗯 嗯 嗯 是我 亲爱的我现在到机场了 嗯这么快吗 哎呀 但是我发现我订错票了 我订的是去上海的航班啊 嗯那怎么办呢 那改签吧 哎呀 我现在改不了了 就怪你了 哦 吃人家睡得那么急 我一着急钱包和绑定 一样卡的手机都忘在家里了 哦 那对对对对 怪我怪我 那你这个手机没有钱吗 哎呀这个没有的 这个就是为了接电话用的 绑定的是一张空卡 你也知道的啦 每天看这广告 给我打电话的人太多了 嗯嗯嗯嗯嗯 我知道我知道 那怎么办呢你想怎么办 哦你还这样行不行啦 你先借两千块钱给我 我先买票等到了威海 你陪我去银行补败一张卡就OK了 嗯不用那样 你就是太麻烦了 你把上面这给我 我给你买就行了吗 哎呀不要那么麻烦了 我自己买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我没憋住啊 行了行了姑娘别哑了别哑了 你这多老了套路啊 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 不是现在的片子都这么没有素质吗 我还没说完话呢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这种套路呢虽然很老 但是依然会有人中招 你便觉得他声音好听 很有可能体重就不止180斤 所以说呢要守住本心 始终兼心 天上不会掉馅饼 叮叮叮叮